准提法广播博学院进去 下面呢就开始详细的系统的 把准提咒的念头内容 念头方法以及观想方法 技术的方法 发音的方法 手印的打法 念头的心态 观想的光色 在今天的教学中呢 给大家详细讲一下 这都是呢 显命圆童成活行要几种准提法 修法系统化的慧萃和精华 我们先看准提咒念头的内容 是念全咒还是念心咒 还是先密双修 其实都有一个 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刚才讲了 左手握金刚拳 右手拿念诸技术 之后开始念诵 这是准提咒最简单的 正修念诵方法 最简单的念诵内容 就是念诵 翁哲力主力准提 准提九字 翻文呢十九个字 念这个咒心一百零八遍 或一千遍以上 念诵结束 加上一个简单的回向 公哲力主力 比如说愿我的父亲身体健康 缩好 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这样持诵心 回向发愿 都结合在一起 一般在初学的时候 都是念诵心 念诵心有什么好处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准提法问答集的第三页 里面呢 讲的很详细 这里就不讲了 你们自己去查看一下 一般 我们教别人准提咒的时候 都是先教咒心 因为咒心呢 比较容易学 对于不信佛的人 临时抱佛脚的人 他们学起来呢 又方便又简单 而且很快呢 又能得到感觉 比如说 临时抱佛脚的人 他若是生活上 身体上 有什么困难 解决不了 即使有些犹豫 甚至内心 有疑惑 如果你教他这个方法 在他困难 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可以解决的情况下 他也能够尝试呢 来念诵准提咒 准提菩萨 也能够加持他 这种情况 你给他的咒术太多 他会知难而退 还不如呢 只教他咒心 不信佛的人呢 也可以教他 我原来曾讲过这个典故 我有个学生 他是卫生所所长 他就跟患者说呢 准提咒 其实是语言聊法 语言聊法呢 就这九个字 实际上是证题多 不信佛的人呢 也开始念 也可以念 你让他念起人咒 他福报不够 承受不了 最好呢 就教念他 这九个字 翁哲立主力准提咒 效果会非常好 所以咒心呢 有咒心的优势 权咒有权咒的好处 大桶小桶 截提水 河中打水 大桶得力 井中提水 小桶方便 我们大家呢 都可以传准提咒 人人呢 都可以教这个咒心 又简单又好学 这是咒心 福报好的呢 可以念全咒 南无萨多南 三秒三不陀 去指南 大支托 翁哲立主力准提 索哈 这是第二种 第三个方案呢 还可以先念 108遍 六字大明咒 再念准提咒 第四个方案呢 是前面呢 讲的全部过程 就是从翁兰开始 一直念到准提咒 这是最完整的准提咒 的念诵内容 翁兰开始 翁锡林 六字大明咒 准提咒 全部按照新药上 准提咒的次第来念诵 这属于密修准提法 这就是呢 进入了系统化的修行阶段了 如果呢 你要显密双修 就可以按照我们显密双修 准提观送集来修 或者是按照观送集里边的经验版来修行 把普贤学院品和普贤观 低网观加进来 你就开始显密双修了 有些人 他对持咒缺少这种信心和理解 也可以让他呢 从普贤学院品的念诵开始 也就是先修显 再修密 普贤学院品的念诵呢 到一定阶段 他积累了一定的福报 你再给他介绍准提咒的时候 他有可能呢 才接受 也可以先修显 也可以先修密 这不一定是绝对的 最后呢 都要显密双修 显密双修到一定阶段 就可以解谈来修准提法 再修到一定阶段 我们就可以修不字法 什么是不字法呢 就像新月轮不字 静谈不字 我们身体九个部位来不字 这个层次内容 又复杂了多个层面 初试修法的内容和形式 就比入试修法更复杂 我们准提法观修法 一共分五个层次的念诵 五个层次的观想 层次分明 系统规范 对自己修的如何呢 很好判断 对下一步啊 修行方向和要求是清楚 是基础可循的 从准提到的修法内容上来看啊 确实是有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但是不是由低到高的过程 这些方法是平等的 虽然从内容上看似呢 是有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但是有班主任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 配合准提法的五层关系啊 可以帮助你找到适合你的方法 对于学院的咒识专业 我是要求从命远修起 每天保证至少有半小时到40分钟的最低线的修行时间 准提法它不均居于形式 怎么修都可以 虽然我们的课程大纲中给出了十多种 需要中提供的准提咒的修行方法 但大家呢 不要有负担 能听明白什么方法 就用什么方法来修 没有什么是最好的方法 适合你的 你能理解的 你能把握的 现在这个情况的方法 才是最好的方法 哪怕你只持咒 不管想都可以 修到一定的时期 得慢慢加上观想 这都可以 就是你能理解到什么程度 你的时间安排到什么程度 你就呢 如何来修 这是最好的方法 我们修法的法本 显密原通准提法观众集 包括它的经典版一 经典版二 为准提法的修行呢 给出了三个版本的一规 大家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选择修 看适合用什么样的版本呢 来念诵和修行 技术的方法 在西药中 一共讲了八种方法 下面我们把这个技术的方法 给大家介绍一下 介绍技术方法的同时 我们讲一下 各种方法的优缺点 第一种技术的方法呢 是自身的十指上技 你可以念十句或念一句 在自己手上呢 记一下 四个手指 应该是十六次 就是念自己手指 在自己的关节上技 这个方法呢 一般不是正手用的 一般你没有机会拿念珠 在散念的时候 或在其他的情况下 用自己的手指上技 一二三四 每个手指 可以记四 四四一十六 也有人呢 喜欢用自己的 左手记百位 然后右手拿念珠 右手念完一百零八遍 手指上记一下 第一个一百零八遍 第二个一百零八遍 第三个一百零八遍 等等 一次类推 右手念一百零八遍 左手掐一个手指 这样就能够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念到一千遍了 应用的最多的技术方法 一般是在准提菩萨手臂上记 我们知道准提菩萨有十八遍 我们念一圈 记一只手臂 十八遍念完了 你这个念珠 就已经念了十八遍了 如果你打手印 不拿念珠的话 有两种办法 一种办法 你念一口气 移动一个手臂 一口气念了多少钟 在你自己的习惯中 你应该是有数的 这样呢 你就达到了技术的方法 或者你念一遍 十遍 目光移动一个手臂 也都可以 在这里强调一下 这个技术方法很好 好就好在 你在看准提手臂的时候 也起到了观想的作用 你要请个非常标准的准提菩萨像 技术的同时呢 又修行了 又修行了对准提菩萨的观想 因此我们做出了一个微信地 就是准提菩萨的十八遍的功德 这个视频好像是调作准提法的宏观观 你们可以找一下 看一看 第三种技术方法 在自己的心上来记 有一种观想方法 就是观自己的心念 这个位置 有准提菩萨的咒轮 九个凡文咒轮 一个字呢 我念十遍 九个字呢 一共是九十遍 等等 这样就把数目记下来了 这是第三种 第四种呢 是十记阶德 什么是十记阶德呢 念珠啊 有一百零八颗的 也有十颗的 也有十八颗的 那么这里是指呢 你用了十颗的念珠 十个竹子的念珠 对思想容易散论的人呢 很有帮助 就是我们少打妄想 因为念十句准提咒 你就念到念珠的佛陀了 你要倒过来念一次 你倒一次珠 你就停顿一下 停一下 你的心就灰光一下 这样呢 即使有妄念 也会被拉回来 不会跑太远 第五种 结印 诵德一百零八遍的技术方法 因为你解印呢 可以看准提菩萨的手臂 但是没有准提菩萨像怎么办呢 可以通过念诵的时间 来计算数目 每个人念诵的速度啊 都是稳定的 你可以先拿念珠 计算一下 你十分钟一共念多少次 比如说二十分钟 我能念呢 多少准提咒 或者十五分钟 可以念多少诵 或者呢 你念诵一百零八遍准提咒 需要多长时间 念诵一千遍准提咒 需要多少时间 那么这个数啊 和时间定下来之后 你就可以只看时间了 古人的方法呢 是看香 看一炷香 我们的安息香呢 一炷香是十五分钟 三十分钟 或者是四十分钟 你修法前呢 就把先点上 修法时呢 不用计算数目 全心呢 用在观想上就可以了 因为啊 一看香 你就知道是多长时间 念诵多少数目了 这个时代啊 我们一般呢 条件不好的 没有办法呢 烧着注香 因为注香 有一定的不安全的地方 现在一般呢 都点卧香 卧香呢 就很难看到香的长短变化 我们呢 可以用的手表 会有个定时器 来替代香的及时作用 通过时间呢 你就知道自己呢 念多少了 我用的方法呢 就是打手印是 基本上是 用记忆时间的方法 不打手印呢 就用拿念珠来技术 这要方便一些 左手握金刚拳 右手拿念珠 记树就可以了 拿念珠记树的方法 比较方便 在什么地方呢 都可以用 那么 可不可以不记树呢 不用记树来吃 这看你啊 是什么情况了 我们对学院 学院的要求是这样 每天的早上的早课 是记树的 平时的散吃 可以不记树 这是对学院 学院的要求 我们的念珠 念之前呢 可以用篮子加持七遍 之后再念走 拿这个念珠念诵 经文上记载 这样持诵一遍 就有千遍的功德 上次讲公兰的时候呢 没有讲过这一点 这样加持过的念珠 念诵的时候 最好呢 不要念过佛珠的佛头 出世间修行呢 不用记树 从头无记无数 你就专心持诵就可以了 行走做过 也不要求 出世间呢 一般不要求记树 就是无记无数 尽量不间断就可以了 上面讲了八种技术方法 你觉得自己用什么技术方法方便 就用什么方法技术 这些方法呢 并没有一个好坏的关系 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一切呢 由你自己来定 这是技术的方法 下面我们讲一下准提咒的观想方法 不用观想 可不可以 完全可以 只要你每个咒 认认真真的来念 了知当下自己在持咒 就可以了 只持咒 一得 但长期修行 还是要慢慢加上观想的 因为真研修法 就包括身 语意 三方面 你不要 认为啊 不观想层次不高 这是不一定的 要看我们修行在哪个阶段 由不观想到观想 再发展到不观想 看你修到一定程度 还有反过来 你看修到一定程度 还有反过来 还是要转到不观想 或不观而自观的任意状态 这是不定的 因此我们在法会中的共修中 和中级班以上的教学过程中 还要讲准提咒的 咒心的法身 暴身和化身的三身成就的持咒方法 这种持咒方法 就不需要观想了 所以说观想也好 不用观想也好 这都没有层次高低的问题 只是有内容的简单复杂 逐步发展的问题 第一种呢 是可以不观想 只持咒 了知当下念咒就可以了 第二种方法呢 是观篮子在头上而持咒 正如新耀所说 每日对镜 初遇持咒时 或呢 指一前 先想自身顶上有个篮子 犹如明珠 然后持咒 第二种持咒方法 要记住 它是边持咒 边观想 就是边持咒准提咒 边观想 自身的顶上 有个篮子 在发光 在照着你 也会观想这个篮子 第三种观想方法 就是观想 篮子 在舌上 然后呢 持咒 这种持咒方法呢 是先观想 观想有个篮子 然后持咒 持咒的时候呢 不用观想 第二种观想方法 和第三种观想方法 还是有区别的 第二种观想方法 我觉得呢 观篮子是最简单的 有利于出血 有些人呢 观想 其他的光明啊 比较费力 那么就可以观想一个篮子 这样呢 简单 效果又好 我一般提倡呢 先观想篮子修行 因为篮子呢 既能清静自身 又能守护自身 又能呢 对峙各种修行中 出现的好的 不好的境界 所以 所有问题 都可以用篮子 对峙解决 因此啊 刚开始修行的人 观篮子修行 是一种比较简单的 比较合理的选择 第四种观想 你边持送准提咒 边观想准提菩萨 发光 照耀着修法的人 比如说 你求的是膝胎 求的是身体健康 那么你可以观想准提菩萨 发白光 如果你的愿望 是属于增才 增智慧类型的 你多观想准提菩萨 发黄色的光明 各种光明 各种颜色 它的功用 在下面我们在讲光色的时候 单独有详细说明 这里就不讲了 第五呢 是观声音 观声音呢 也是一种观想方法 方法是边持送准提咒 边反过来听自己的 持咒的声音 这是一种对待观想的办法 一般对于咒语的发音 还不是特别熟悉的人 多数会采用这个方法 若以反门自信的修行方法 解合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第六种 获想菩萨手中 所值 楚瓶 滑果等 这是一种观想方法 它是和前年用手臂技术 结合在一起的 也就是你用手臂技术 就相当于你在观想了 这是一种观想方法 在这种观想方法中 还有另一层意义 就是你每次修行 可以只观想菩萨手中的 任何一种所值植物 瓶 金刚柱 念珠 宝剑等等 每一种所值物 它都有意义和含义 哪怕你只观想准提菩萨手臂上所佩戴的一件宝物 一个配饰 这个功德都是很大的 第六种观想方法会派出很多方法 有两大方法 一是既观想手臂 拥有手臂来技术 二是只观想其中一样宝物 比如说你在一个外道非常多的地方修行 你就可以选择 我今天修行只观想准提菩萨的金刚柱 这样既持送了准提咒 又观想了准提菩萨 把准提菩萨其中一方面的功德也放大了 金刚柱具有破竹外道 保护自身的这种功德 那么莲花有什么作用呢 手中的宝有什么作用呢 在以后的修行过程中 你可以不断加持对准提菩萨的功德的认识 这样你的修行方便度就会增加 在准提法的高级修法 还有准提法的三眼修法 肉眼 手眼和心眼 也是和准提十八弊有关系的 只有打好了这个基础 以后修法才能阶段性的快速进步 第七种观想方法是自轮观 我们看信奥原文 但向心悦中不自 未想自欣如意月轮 慎然清静 内外分明 以凡书安字 安息月轮中 以哲力主力准提 缩哈 从前 右旋 四地周部轮源 去生忽直 中而复始 去生忽直 这个呢 我们专门介绍了 这个是去生 那么这是 在古代呢 专门有它的发生方法 在这里 我们给大家按显密渊通 陈佛行耀集 做了这种字轮 有平面的 有立体的两种 那么我看一下 就是字轮 就是翁字 小翁字 这是翁字 我们以后呢 就是按我们做的这种标准字呢 来观想 立体的字呢 不太容易观想出来 可以请一套呢 准提凡文的立体模型 然后放到手上 从各个角度 来熟悉它 慢慢的 就可以观想出来 这是一套准提咒轮 这里呢 先例会作业 要书写呢 心药中的熟书体准提咒 我们要求咒识 要把凡书的准提咒 书写一千遍 这是咒识专业的作业 你在写到一千遍的时候 不会观想的人 就自然会观想准提凡文了 我们看 我们做的准提咒的图片和动画视频 也有利于呢 你对呢 自伦观形成观想 这是对咒识专业的专业要求 其他专业呢 可以自己随喜 自己判断需不需要写这一千遍 这是自伦观 这个自伦观呢 只是观自心 心上有的心月轮 心上有的心月轮 月轮呢 不字 念诵的时候啊 你的意念 就是跟着自伦旋转 要知道 不是自伦在转 是你的意念呢 在转 这一点呢 要非常清楚 那么立体的和平面的 这个自伦 学院呢 都有图片 到时候 大家可以获得这样的图片 我们看课程提纲 出入西池的观送方法 首先我们要知道 出入西池是不出声的一种持送方法 看经典的原文 出入西中 响于真言凡字 西出自出 西入自入 自自朗然 如冠明珠不得间断 或想西出时 想自心月轮中 九字凡字 自自连珠 皆有五色光明 从字口中 流入准提菩萨口中 之后 右旋 安部准提菩萨 西入内 西入时 想准提菩萨 西入轮中 自 一自自连珠 皆有五色 从准提菩萨口中 流入自口中 右旋 安部 西入轮中 又是中而复始 想之甚妙 这种观想 你可以分三个字 你观字还观不出来 没关系 直入的时候 也要呼吸 你只要想着 呼气的时候 想光明出 西气的时候 想光明入 那么光明观想到一定程度 光明换成准提的繁文 繁字 呼气的时候 准提繁文就出去了 西气的时候 准提繁文就进来了 这个字 就观想得非常清楚 当这个阶段 能达到观想非常清楚的时候 之后 可以像道大师说的一样 把九个繁文 安部在新月轮中 在对面 观想出准提菩萨 然后 你让这个繁文 繁文字 跟准提菩萨的繁文字 进行呼吸间的交换 第八种观想方法 是灌顶关 我们看 西晶耀的原文 或想自身顶上 蓝字 变成三交火 从顶 智足烧净自身 周遍法界 为一见清净 之后观想 有个繁书 阿字 生成自身 蓝字 把自身烧去 阿字 生成自身 也就是过去的我 隐秘 牺牲之我 既是佛神 既是无漏之身 阿字所生之身 既是无漏之身 这是生成自身 第三点 复想一 安字 在自顶门 十字缝中 顶门十字缝中 这个安字 相当于什么 十方诸佛的法水 那么这种光明法水 会自然而然的 灌入你准提菩萨 佛子的顶上 你是菩萨 你是佛子 佛子之顶了 殊胜的身体底了 这是秘密观点法 为什么叫秘密观点 就是你只要观想安字 在自己顶门十字缝中 就有菩萨秘密的 给你观点 你不用知道 别人也不一定能看到 这是秘密 之后 再按准提咒的持诵方法 来持诵 这是准提咒 之前的一个观想 观点观 观点观 再总结一下 先要想蓝字烧自身 次想阿字生成自身 复想安字 与自身顶门十字缝中 之后再持诵这个准提咒 这是第八种观点观